好 终于演唱到现在 王专再度在社群发文讨拍 就认为脱口秀就是所谓冒犯的艺术 好 不过对于贺龙夜夜秀被牵连 他说对节目组还是觉得很抱歉 他说因为我的言论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那对于自己五年不能再来台 他开始装无辜 好 装无辜喊什么呢 他说感觉自己命悬一线快要顶不住了 还说被中共驱逐又被中华民国控制 那接下来还要到日本政府这里举报 他说自己已经没有出路了 好 不过针对整体事件 这网红四叉猫又在脸书po出这样的图片 他说王志然现在竟然在社群平台 问台湾的网友说 有没有台湾的朋友可以推荐一下 台湾的水准比较高的人权律师 结果底下的网友就回复 有人回了黄国昌 那甚至还有网友回说 干脆你就找陈俊翰律师来处理吧 好 另外整个事件还在延烧 大家都很生气 那当时任陈俊翰也接受我们30新闻专访 好 他认为王志然不必跟他当面道歉 他说他该道歉的对象是全台湾的身心障碍者 我真的不是很在乎他 需不需要跟我当面道歉 那节目制作单位呢 我觉得我比较在乎 其实当然制作单位还有写一个 在就是那个YouTube影片上面 有留言愿意跟我道歉 可是说真的啦 就是我真的觉得要不要跟我道歉 我反而不是非常介意 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去跟这个社会道歉 或是跟这个社会反省检讨说 他们这样一个来宾所展现出来的言论跟态度 其实是很违反台湾人民对于 不管是人权价值还是对于我们民主制度的一个理解跟认识 我觉得他需要道歉的应该是这个部分 所以你听到现场的笑声 坦白说 就是我其实个人你要问我的话 其实我听到现场 包含主持人的反应跟台下观众的反应 其实我是觉得有一点亚裔 有一点失望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社会应该是已经走到了一个 我们对于一些人跟人基本的尊重 还有甚至包含一些社会弱势族群的尊重 我觉得台湾绝大多数人 其实是有这个共识跟这样的一个提振 可是在现场的年间 当然我可以 我也了解就是那个节目本来就是以挖苦去讽刺 一些社会名人社会事件去作为它的一个卖点 而且年轻人通常就是对于社会现实有很大的不满 所以他们希望藉由这样的一个讽刺效果 去宣泄他们的一个情绪 可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 在文明社会里面有很多界限是 你没有办法去踩去跨越 譬如说我们不会拿一个人的种族 不会拿一个人的国籍 或是拿一个人的性别 还是他的宗教信仰 身心障碍这一些东西 来作为一个揶揄嘲笑的对象 我觉得当你跨过了这一条线的时候 你其实就已经不能够再去说 这是什么言论自由的保障 这已经是一个文明社会没有办法接受的 就不如会考虑 就不如会考虑 你会考虑自家在台北 这是个新婚的新婚的新婚 那么下次见 你还想赢得很容易 我这一条线 你会看 你没Again 你像我